最终,这个世界的人形成了强悍的势力,一代代传承至今,他们就是邪皇朝,也是如今永恒大陆上两大皇朝之一,更是最强的势力。 传说,邪皇朝也注意到了另外两尊永恒之子的雕像,他们知道,早晚有一天,那两尊雕像也会爆开,会从其内走出另外两个世界的众生。 为了对付共同的大敌,邪皇朝欢迎这两尊雕像之人的出现,可很快的,在邪皇朝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第二尊雕像竟也崩溃了,里面的人被传送到了永恒大陆的各个区域,但他们的理念竟不是对抗大敌,而是相互残杀,邪皇朝无奈,只能与其发动战争,而这第二个雕像内的皇族,竟出现了首个太古镜强者。 好在我邪皇朝的邪皇,也在那个时候突破,最终为了不造成生灵涂炭,于是达成了平衡。 庙宇内,老者的声音带着感慨,悠悠传出时,白小春喝着酒,笑了起来。 这种蒙骗众生的把戏,白小春一眼就看出端倪,这分明是邪皇朝欲独享永恒大陆,而第二尊永恒之子的雕像崩溃得又太早,以至于邪皇朝没有完全准备充分,于是第二尊雕像势力在不断地聚集中,不断地抵抗之下,慢慢站稳脚步。 邪皇朝无奈之下,才与其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平衡,从而形成另一方势力,这就是圣皇朝。 这个世界,原本还会出现第三个皇朝,妙语中老者摇头死叹了口气。 我知道,师尊,那应该出现的第三个皇朝是魁皇朝,前段日子,大家不都在说第三尊永恒之子的雕像崩溃了吗? 小童的声音传入白小春耳中,白小春低下头,拿着酒壶的手颤了一下。 可惜,第三尊永恒之子的雕像,这本应该出现的魁皇朝,却崩溃得太晚太晚,在如今的永恒大陆上,我邪皇朝已统领三个仙域,而圣皇城也有两个仙域,已没有了魁皇朝的立足之地。 也就注定了,这魁皇朝的人,只能成为两大皇朝的养分,进而壮大我们,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最终的天外大敌。 而道貌岸然的圣皇朝,软弱无比,只有我邪皇朝强悍,才可让永恒大陆长存,我们才是永恒大陆的希望。 老者声音带着狂热,坚定地回荡。 白小纯沉默,拿着酒壶的手在发抖中,慢慢抬起,又喝下一口。 只是这一刻心中的苦涩,却是酒水也都无法麻醉的。 他知道,自己所在的小县城,是在邪皇朝的第三仙域上,永恒大陆的五大仙域,大小相差无几,任何一个仙域的磅礴,都远远超过通天世界,甚至通天世界,也只是堪比仙域中的一个周而已。 五大仙域,各自都有十几个州,而每个州内,又都有数十个郡,每个郡中存在了数百个大大不等的城。 如白小纯所在的这小县城,就是其中之一。 而这永恒大陆的两大皇朝,修饰与凡人之间的关系,比之通天世界,也有一些不同之处,在这里修饰管理凡人,管理土地。 往往一个仙域,会有一位天尊坐镇首府,震慑天下的同时,其麾下的半神,则是仙域内每一个州的管理者。 同样是每一位半神麾下的天人静强者,去坐镇郡府,至于那大大小小的数百个城池,有的是原鹰坐镇,而小一点的城池,有势力的结单修饰,也有可能获得资格。 并不是每一个天尊,都可被外放成为仙域之主,整个邪皇朝,也就只有三位天尊有这个资格,而其他几个天尊,则只能留在邪皇城内。 至于邪皇,则是在其邪皇城内,统领全部范围。 这就是永恒大陆,白小纯心中低语,这里,无论是范围的广大,还是强者的数量,都绝非通天世界可比,即便是强悍如通天道人, 他的实力在这永恒大陆上,再没有真正突破成为天尊时,也仅仅是众多准强者之一罢了。 只有成为大成镜,真正尽为天尊,才可以在这永恒大陆中算是一方强者。 而天尊之上,还有太古镜,这必然是一个极其恐怖的境界,毕竟整个永恒大陆,太古镜只有两大皇者。 而准太古,在白小纯看来,要么就是天尊大圆满的尊称,要么就是进阶太古失败的称谓。 不知哭笑鬼脸是什么来历,白小纯摇头,这些事情,他每次想起,也只是想起,都觉得没有必要深思,疲惫中带着挥不去的悲伤与茫然,渐渐地又浮现出了一幕幕面孔。 那些都是他在通天世界里挂念的亲人与朋友,只是,白小纯已经找不到他们了。 刚刚降临时的那几个月的寻找,那一句句带着通天世界气息,有的陌生,有的熟悉的尸体浮现眼前,白小纯身体颤抖,抬着头,看着苍穹,苦痛越来越深。 不知什么时候,庙宇内的老者与小童已经离去了,临走时,那小童墓中掩饰不住的喜悦,显然他在感悟引火之法上,在这庙宇中已有收获。 太阳升起,落下,周而复始,白小纯靠在庙宇的墙下,沉醉在茫然中,仿佛沉睡的人,始终不曾苏醒。 他每天只有在酒没了的时候,才会摇摇晃晃地去酒坊买酒,随后就靠在庙墙下,看着日出日落,看着天空上,那陌生的苍穹,陌生的石座山峰,陌生且狠立的半张面孔。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去,白小纯自己都忘记了时间,他的脸上胡茶越来越多,衣服也越来越脏,已成了灰色。 他甚至已经不再去回忆了,不再去考虑那些让他刺痛的记忆,整个人似乎陷入到了一种空灵的程度。 即便是一片枯叶落在眼前,他似乎也都能凝望一整天,仿佛能看到这枯叶的一生,看到他的喜怒哀乐。 而他最喜欢看的,还是在夜里时,在他所在的位置,去看整个小县城时,那家家户户的灯火,每一盏灯火下,都是一个家。 他看着看着,眼泪已经干了,只是心中的灯火,却始终熄灭着,无法随之点燃。 直至在这秋夜的一天,苍穹雷霆轰鸣,斗大的雨水,带着秋意的深寒,从天而降。 在那雨夜里,白小纯看着天地,看着那扑面而来的雨气,他的身体首次感觉有些寒冷了。 只是在这寒冷中,他不知是不是错觉,竟觉得右手上,白昊陨落前化作的火苗灼伤的地方,竟传来了一丝微不可查的温暖。 温暖,白小纯张了张口,过了一会儿才从嗓子眼里挤出这两个字,仿佛已经麻木到迟钝了。 缓缓低下头,乱糟糟的头发垂下中,也遮盖不住他目中此刻交错在混沌中的错愕,还有就是他慢慢但却越发急促起来的呼吸。 温暖,白小纯身体颤抖着南南,缓缓抬起右手,放在了眼睛,目中在这一刹那,露出的不再是这段日子的暗淡,而是露出了惊人的在这夜里好似闪电一般的惊芒。 在纳木中的深处,此刻似有执念在爆发,似有大浪在翻滚。 温暖,颤抖遍了腔调的声音传出时,白小纯的右手控制不住地哆嗦,他的神识在这一刹那,轰然而起,全部凝聚在了他的右手内那印记之上。 这曾经被他多次施展,却始终没有半点察觉的神识。 这一刻,在涌入印记的刹那,白小纯的眼中干枯的泪水再次溢出。 浩尔,没死。 白小纯心里激动狂喜,外面的雷霆,也都无法超越他此刻心神中的风暴。 他察觉到了白浩的气息,甚至感受到了在这印记内白浩的一丝微弱到了极致的残魂。 这残魂,如同风中的烛火,微弱中却显出不肯熄灭的倔强与无法言说的坚强,透着执念。 只是太虚弱了,或许漫长的岁月之后能逐渐地恢复,可如今的状态似乎一阵寒风都可让其飘摇。 白小纯强抑着颤抖,左手按在了右手的印记上,死死拢在胸前低头凝望着,他胡子拉叉的样子,像急了一个穷困潦倒的人用自己的全部生命去呵护仅有的珍宝。 在这风雨寒夜里,他的脸上,来到这片永恒大陆后,第一次出现了发自内心的笑容。 浩尔,白小纯楠楠,在那激动中,如同一个孩子般,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 这笑容当初在通天世界时,经常能在白小纯的脸上看到,可如今,在经历了一切后,已经成为了宝贵。 在这颓废中,在这消沉里,白浩魂的波动,犹如黑夜里亮起了一盏灯火,使得风雨寒夜内的白小纯,在那寒风中感受到了温暖。 一如当年师徒二人,在蛮荒的炼灵铺内,相依为命地回忆,在这小县城里,在这残庙内,当初扬升起时,白小纯彻底醒来。 他双目开合得刹那,就立刻看向自己的右手,似乎生怕一切的一切都是自己的一场梦幻,直至他看着手背上的疤痕,一次又一次的神识感受后,他才长长地松了口气。 白浩,没有死。 或者说,他没有彻底地灰飞烟灭,魂飞魄散,或许是守灵人最后的手段,又或许是白浩的执念,使得白浩还剩下了一丝残魂。 这残魂,就是当初白小纯一把抓去时,那落在他手背上的火苗。 只不过这火苗太微弱了,随时可以消散,尽管容在那疤痕内,可白小纯的心不敬,在那一连串的波澜风暴下, 他无法察觉到这疤痕内微弱至极的魂的波动。 直至如今,在这小县城内,在那消沉中,在那苦涩下,在那日出日落间的漫漫死寂中, 他终于地感受到了疤痕内,那微弱的几乎难以察觉的波动。 浩尔,你还陪着我,白小纯口中念叨着,笑容里有心酸,也有悲伤, 他拿起酒壶,下意识地就要喝一口,可酒壶已空。 浩尔,这里的仙人醉,是个好东西。 白小纯自言自语,按着有些痛的额头,起身重新去了酒坊,回来的路上, 他一边喝着酒,一边说着话,路上的行人在看到这一幕后, 一个个都神色古怪,还有不少赶紧就避开。 白秀才疯了。 他都开始自言自语了,他说的号应该是他疏童吧。 也是一个可怜人啊。 来自小县城众人的指指点点,白小纯似乎没有听到, 置若网闻,原本他只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封锁了一切, 如今在他的世界中多了白号。 似乎整个天地只剩下了他与自己的图, 一边喝着酒,一边喃喃,白小纯渐渐地身体又无意识地摇晃起来, 一步步回到了庙宇外,靠着残壁,看着天空, 目中的迷茫又浮现出来。 白号魂的波动,是他黑夜里的灯火照亮了世界, 让本已经不愿去思索未来的白小纯,再次有了思绪。 浩尔,你说,为师该怎么办? 是继续去找通天世界的人吗? 可我已经找了,从第一次苏醒就开始寻找, 只是我找到的都是尸体。 浩尔,你记得北寒烈吗? 对了,你不认识他,我看到了他的尸体, 白小纯摇头苦笑,大口地喝着酒。 我不敢继续找下去了,可我又该怎么做, 在这陌生的世界,陌生的天地, 你要是能苏醒过来就好了,可以帮我想想办法。 白小纯轻叹一声,看着那天空的太阳渐渐膝下, 看着黄昏的余灰撒遍每一处角落, 直至快要天黑时,他再次醉了, 习惯性地爬了起来,去了酒坊, 当在这一整壶酒水踏着夜色再次归来时, 酒壶的酒又少了一半,他的醉意更多。 醉生梦死,逍遥痛快, 白小纯喊了一声,大笑起来, 笑着笑着,他就哭了, 跌跌撞撞地拎着酒壶, 到了破庙前,似想要迈过门槛, 可却失去了力气,扑通一声就倒了下来, 醉睡过去,手中的酒壶滚到了远处, 不多的酒水溢出了一些。 四周一片漆黑, 只有远处小县城内的灯火, 朦胧中透着光亮, 可却照不到这残妙的区域, 只有冰冷的风吹来, 无论是将满地的枯叶滑动, 还是四周竹林的轻微摇晃都露出阵阵萧色。 渐渐地,随着深夜的降临, 四周的风更大了, 那滚落在一旁的酒壶, 在这风中晃动, 被吹得向着远处滚去, 一路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直至陷入到了一处小洼地内, 被一只脚直接踩到了泥土中。 这醉鬼早晚得喝死。 不过说起来, 这醉鬼的钱财倒是不少, 都喝了几个月了, 居然还有钱财。 我们也算是做了件善事, 与其被他糟蹋了钱财喝死, 不如把钱财给我们, 我们也帮他一把, 送他去和亲人团聚。 寒风中, 三个县城内的匹汉, 从竹林内走出, 墓中带着贪婪与戏血, 看向庙宇门边, 躺在那里的白小纯。 这三个匹汉, 都是小县城内繁俗的帮派之人, 他们早就注意到了白小纯, 原本没怎么在意, 可一次次地看到白小纯去买仙人罪, 看着他似乎取用不完的银钱, 他们不由地心动了。 这么一个罪鬼, 口袋又很丰厚, 在这三个匹汉眼里, 这就是一头肥羊, 此刻走出竹林后, 只有一人快步走向白小纯, 另外两个, 则是在四周望风, 实在是对付这么一个罪婚的秀才, 他们中任何人独自就可。 孙武赶紧宰了, 咱们去粉袖阁好好快活一番。 那两个望风的匹汉, 笑着开口, 被他们称呼为孙武的汉子, 没有半点犹豫, 更是没有丝毫地顾忌, 快步就到了庙宇旁, 站在了最睡的白小纯的身边。 白袖仔, 早死早投胎, 我们帮你一把。 孙武墓中有寒芒, 从怀里拿出一把匕首, 向着白小纯的心脏狠狠地刺了过去。 他们三人平日在帮派里, 有着寻常百姓感受不到的经历, 手中也都有人命, 虽算不上什么人物, 可也都是心狠手辣之辈。 他们从来就没想过, 留着白小纯的性命, 这种外来人, 死了也就死了, 若是没死的话, 丢了钱才去报官, 他们三人也会有些麻烦。 此刻出手, 就是要杀人夺财, 那匕首在月色下, 散出森寒之芒, 眨眼就刺到了白小纯的胸口, 那手持匕首的孙武, 嘴角带着冷笑, 甚至都想好了下一幕的画面, 知道这秀才必定在疼痛下睁开眼, 而他也做好了准备, 另一只手抬起, 就要按向白小纯的口, 不让他放出声音。 这种事, 他不是第一次做了, 可就在匕首碰触白小纯胸口的刹那, 一股仿佛刺到了金铁上的反阵, 因孙武汉用了大力, 此刻在这震动中, 顿时让他吃痛的惊呼一声, 手中的匕首不知为何, 竟咔的一下, 刀把碎裂。 孙武愣了, 此刻手都发麻, 甚至虎口在这反阵下都裂开低下鲜血。 孙武赶紧地干什么呢? 远处二人因这四周漆黑, 看不清晰, 不耐地低喊了一句。 孙武深吸口气, 看了看碎裂的匕首, 又看了看昏睡中满身酒气的白小纯, 他觉得应该是自己的匕首不结实, 于是转头从同伴那里, 又找来一把大刀, 向着白小纯的脖子狠狠地一刀落下。 咔的一声, 比之前还要强烈地反阵, 顿时就让孙武惨叫一声, 双手都要断了, 身体背着反阵, 直接掀了个跟头, 倒在地上后, 半天没爬起来, 至于那把大刀, 也都直接碎裂开来, 散落在四周。 而昏睡在那里的白小纯, 依旧酣声不断, 从始至终都没有半点反应, 似乎无论是匕首还是大刀, 都不如蚊子咬一下有感觉。 这一幕, 顿时就让孙武以及另外两个痞汉都额头冒汗, 眼睛圆瞪, 身体都颤抖起来, 一副见了鬼的样子。 他, 他, 这怎么可能? 寒风与平常没什么区别, 可如今吹在三人的身上, 却是让这三个痞汉瑟瑟发抖, 全身上下都被汗水浸透了。 仙人, 此人一定是仙人。 孙武哆嗦着, 都快哭了, 一想到自己居然要打劫一个仙人, 他就脑海嗡嗡, 只觉得命不久矣。 仙人算什么, 前几年我就看到一个仙人, 被人乱刀砍死。 就在孙武颤抖时, 他身边另一个痞汉, 或许是有些犯魂, 又或者是恐惧害怕到了极致, 此刻红卓眼, 竟从身后取出一把斧子, 低吼中直奔白小淳, 狠狠地一斧子砍在白小淳的额头上。 既然得罪了仙人, 左右都是死, 就只能拼了。 这匹汉咆哮中, 那斧子在落下的刹那, 又是咔的一声, 整个斧头的木头把直接断开, 斧头砍在白小淳的额头上, 如同砍在了坚不可摧的磐石上, 随着斧头把的断裂, 反振之下, 那斧头化作寒芒, 直接就到卷中, 扑刺一下, 削在了这匹汉的脸上。 太快了, 甚至都没有鲜血洒落, 所有的伤口, 都被那斧子彻底堵住, 匹汉身体颤抖, 退后几步, 想要说些什么, 可还没等张开口, 就直接倒了下来, 弃绝身亡。 孙武与另一个匹汉, 此刻早已吓得魂飞魄散, 惨叫中连滚带爬, 恨不能多长出几条腿, 疯了一样地赶紧逃走。 他们的心中, 早已恐惧到了极点, 甚至都不敢在县城里逗留, 抢了几匹快马, 就趁着夜色匆匆逃走。 庙宇外, 寒风中, 那具面上被斧子削进去的尸体, 半晌后才有鲜血流出, 渗入深下的泥土里, 一动不动。 至于白小纯, 此刻迷迷糊糊地睁开眼, 看了看远处的竹林, 又看了看一旁睁着眼, 残留着恐惧的尸体, 他实在没心情理会这几个凡人, 在醉宿中被吵醒, 让他有些烦躁, 爬起身晃晃悠悠地走到被踩进泥土中的酒壶处, 将酒壶拿了出来, 晃了晃后, 白小纯靠着墙壁, 在这黑夜里, 也不嫌脏, 直接喝下一大口。 只有在这醉熏熏中, 他才可以让自己的思绪不胡思乱想, 不去浮现过去的记忆与痛苦, 也不去考虑迷茫的未来。 喝着喝着, 远处的天空慢慢更为漆黑, 似黎明将至, 夜空欲将最后的水墨全部泼洒出来, 白小纯的神色忽然移动, 他的墓中乍然露出不可思议, 猛地抬头, 死死地盯着前方的竹林, 更是不敢相信, 甚至身体竟控制不住地颤抖起来。 拿着酒壶的手, 也都在这颤抖中, 似酒壶要从其手中坠落。 就在这时, 前方的竹林内慢慢走出一个高大的身影, 这身影穿着一身黑袍, 整个人似乎与黑暗融合在了一起, 更有森森鬼气在这四周扩散开来, 仿佛将这庙宇以及四周的一切 都陷入到了森罗境一般。 他一样看着白小纯, 一步一步走到了白小纯的面前, 站在那里, 许久之后长叹一声, 这叹息带着沧桑, 带着感慨, 最终化作了苍老的声音, 在白小纯的耳边回荡。 还有吗? 我也喝点。 巨鬼, 老哥, 白小纯正正地看着面前这高大钟, 却带着老麦的身影, 眼睛模糊了。 这走来之人正是巨鬼王。 这是白小纯在这永恒大陆苏醒后遇到的第一个活着的故人。 巨鬼王明显比在通天世界时老了太多, 尤其是脸上还有一道疤痕, 显然他在通天世界崩溃被传送到了永恒大陆后, 这半年多的时间里也经历了凶险。 此刻他的身上也带着疲惫坐在了白小纯的身边, 一样靠着残妙的墙壁, 一把从白小纯那里抢过酒壶, 放在嘴边狠狠地喝下一口。 白小纯呼吸急促, 猛地起身, 神识更是散开, 看向四周。 别找了, 子墨在哪儿我也不知道, 这里只有我。 巨鬼王没有抬头, 继续喝着酒, 声音带着倦意, 更有萧色。 白小纯似一下子失去了所有的力量, 慢慢地坐了下来, 可呼吸却依旧急促, 从巨鬼王手中将酒壶重新抢了回来, 放在嘴边时, 已没了酒水, 他使劲地摇晃了几下, 依旧没有酒水后, 白小纯狠狠地将酒壶扔在一旁。 巨鬼王没说话, 看着白小纯沉默不语,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许久, 白小纯沙哑地开口问道, 我找了你半年, 巨鬼王从除袋内, 取出一个酒壶, 喝下一大口后, 扔给了白小纯, 缓缓说道, 当初世界崩溃时, 白小纯因与通天道人一战伤势太重, 被传送时失去了意识昏迷过去, 可在蛮荒奎黄城的巨鬼王, 却没有昏迷, 他亲眼看到, 白小纯与自己一样, 都是被传送到了这邪黄朝的第三仙域内。 于是他开始寻找, 与白小纯一样, 在看到了太多的尸体后, 巨鬼王的心中苦涩到了极致, 可他相信一点, 白小纯绝对不会死亡。 在这坚信下, 他找了半年多的时间, 终于在今天, 找到了颓废消沉的白小纯。 相比于白小纯的肖沉, 实际上巨鬼王的情绪也一样不高, 经历了蛮荒的大战, 世界的崩溃, 女儿的失踪, 这一系列事情, 让他堂堂奎黄朝的天王, 如今变得一无所有。 而他在巨鬼城当初的那些妻妾, 如今也都不知在何方, 这所有的事情, 使得强悍如巨鬼王, 也都心中近乎茫然了。 自己的臣民, 还有往日的辉煌, 如今眨眼间, 随着通天世界的崩溃, 如过眼云烟都成为了过去, 在这陌生的永恒大陆, 摆在他面前的, 是从头再来。 对于已经到了一定年纪的他, 每次想到从头再来, 他难免心中会有叹息与苦涩, 而永恒大陆的酒, 也是在这个时候, 被他发现了妙用。 这里的酒, 不但可以最凡人, 一样可以最先人。 你看到了吗? 白小纯拿着酒壶, 扮上之后, 呆呆开口, 他没有说看到了什么, 可巨鬼王能听懂。 你是我遇到的, 第一个活人, 可老夫相信, 虽在传颂中死亡了不少, 可如今与我们一样, 能看到星空的人, 也一定不少。 巨鬼王沉默了许久, 沉生说道, 白小纯抬起头, 正正地望着夜空, 久久不语。 此时此刻, 夜空下, 在永恒大陆的五处仙域上, 不同的区域, 不同的州, 不同的郡, 不同的城与荒野内, 同样有一个个流淌着通天大陆血脉的人们, 也在抬起头, 看着陌生的星空。 他们就好似看不见的繁星, 若有足够的修为, 去横扫整个永恒大陆, 必定可以看到大陆如星空, 这星空中繁星点点, 各自散发出不甘心命运, 挣扎中散发出的璀璨光芒。 李清后, 灵溪老祖, 神算子, 徐宝才, 周子墨, 宋君晚, 还有铁弹, 当年的他, 在那场蛮荒的战争中, 因白小纯的疯狂, 已经将其忽略了, 可他一直远远地看着白小纯, 直至世界崩溃, 直至传送到了这陌生的永恒大陆上, 他看着那些陌生的人, 他有些害怕, 不过他虽没有感受到白小纯的气息, 但却感受到了一股熟悉中, 带着陌生的波动, 于是他找了过去, 找到了宋君晚, 而那让他觉得, 熟悉又陌生的波动, 正是在宋君晚的腹中, 熟悉的是血脉, 陌生的是气息, 铁弹不懂, 只是宋君晚那美丽的笑容, 让他明白, 他要去保护这股气息, 保护这道血脉, 他相信, 早晚有一天, 自己可以在这陌生的天地里, 再次看到那熟悉的身影, 当第二天到来时, 庙宇外的那具尸体, 已经不见了, 连同抢夺了马匹, 连夜逃走的那两个匹汉, 也已经永久地消失在了天地内, 白小淳不愿理会的事情, 可据鬼王不愿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哪怕对方只是凡人, 可对他而言, 依旧还是挥手间, 灭去了一切有可能暴露的风险, 而小县城内的帮派, 因少了三人, 也开始了盘查, 最终没什么收获, 也就不了了之, 渐渐地, 白小淳又恢复到了往日的生活, 只不过如今的他, 不再是自己一个人去买酒, 小县城酒方的人, 也渐渐注意到了白小淳的身边, 多了一个老头, 这老头身形高大, 一副恐无有力的样子, 虽看起来有些沧桑, 可仔细一看, 竟也仪表堂堂, 与白小淳那白白净净的样子比较, 这种魁梧的大汉, 似更吸引人, 脸上的那道疤痕, 反而更显男子气概, 让不少县城内的小媳妇, 纷纷侧目, 时间流逝, 很快又过去了一个月, 巨鬼王找到了白小淳后, 也没劝说白小淳不要消沉, 而是跟他一起, 天天喝酒, 醉生梦死时, 二人的话语也就多了, 巨鬼王说着自己曾经的辉煌, 吹嘘自己曾经的厉害, 甚至说起自己在巨鬼城, 有不少大家闺秀, 都恨不能爬上自己的床, 白小淳听得有些腻歪, 时不时也要刺几句, 那个什么家族组长的夫人, 是谁给我暗示, 害得我背上黑锅的, 你好色之士, 蛮慌谁不知道啊, 白小淳懒洋洋地说道, 他话语虽不如巨鬼王那么多, 可每一次讽刺过去, 都让巨鬼王半赏说不出一句, 到了最后, 恼羞成怒的巨鬼王, 索性摆出自己的身份, 白小淳, 老子是你的岳父, 巨鬼王邓卓言, 一把抢过白小淳手中的酒壶, 怒视道, 别以为你和子墨的那些事, 老夫不知道, 当年若不是老夫暗中撮合, 你们的事能成, 巨鬼王喝下一大口酒, 冷哼起来, 提起周子墨, 白小淳心中惆怅, 沉默下来, 巨鬼王一看, 内心也有些懊悔, 不该说起此事, 叹了口气后, 他忽然开口, 对了, 小淳, 你知不知道, 为何魁皇朝一代代, 子嗣都很是稀少的原因, 白小淳一愣, 看向巨鬼王, 此事外人不知道, 老夫身为天王, 才知道此事, 但凡是修炼了不死长生公的修士, 因原阳浓郁, 超出寻常修士太多太多, 所以凡夫无法受孕, 就算是女修, 往往也需数十年, 乃至更久的孕期, 才可让体内的原阳成胎, 白小淳诧异, 此事他还是首次听说, 倒也没有太过在意, 拿过酒壶, 喝下后, 巨鬼王又连忙说起其他事情, 渐渐的, 总算是引开了之前的惆怅, 巨鬼王这才心底轻叹, 看着萧尘的白小淳, 巨鬼王的目中深处, 也有一丝忧虑, 可他明白, 白小淳受到的打击之大, 超出自己太多太多, 而他的年龄相比于自己这些老家伙, 还是太过年轻了, 他要做的, 不是烈火去烧, 而是温火一步步, 帮助白小淳彻底走出来, 这一个月, 他已经明显看出白小淳的心态, 已经不是如最早的时候那么的消沉了, 话语多了, 笑容也时而能出现几次, 时间流逝, 又过去了半个月, 小县城九方的人们, 已经习惯了白小淳身边跟着的老头, 尤其是这个老头, 与白小淳的寡言不一样, 他很喜欢与人沟通, 左邻右舍, 短短的时间内就很是熟络, 尤其是二人之间在对话时, 那老头多次自称是白秀才的岳父, 于是小县城九方的人, 大都在脑海里, 将白小淳的来历, 近乎完整地勾勒出来, 这白秀才果然是死了老婆呀, 他岳父死了女儿, 他死了老婆, 难怪之前消沉啊, 这两人也算相依为命了, 如今这世道实在太乱了, 九方内众人议论的同时, 也在唏嘘, 而二人之间的斗嘴, 也在这半个月里越来越多, 刺客黄昏中, 在那庙宇内, 巨鬼王斜躺在那里, 直接将空了的酒壶扔给发呆, 看着天空余晖的白小淳, 懒洋洋地吩咐, 小淳啊, 天上只有个猙獰的半张脸, 没有花, 酒没了, 去打呼酒来, 白小淳皱起眉头, 被巨鬼王打断了自己的发呆后, 他看着酒壶扔了回去, 自己去, 白小淳, 当年你拍我脑袋, 甚至绑架我的事, 我还没和你计较, 让你去打呼酒, 你还推三阻四的, 你别忘了, 我可是你岳父, 巨鬼王一看白小淳这个语气, 顿时做了起来, 邓卓颜怒喝一声, 我还是魁祖呢, 听着巨鬼王自称岳父一个多月, 白小淳耳朵都快升降了, 此刻斜眼看了看巨鬼王, 悖懒地说道, 白小淳这句话, 顿时就将巨鬼王噎了一下, 他喘着粗气, 半想说不出一句话, 脑海快速转动, 正琢磨如何反击时, 忽然地, 白小淳神色一动, 巨鬼王随后也抬起头, 看向庙宇外, 不多时, 在这庙宇外, 有妇人的声音传了进来, 周园外, 白秀才, 老身有大喜的事情, 要告诉你们啊, 这妇人的声音, 也不知怎么弄的, 似乎也都带着喜悦之意, 随着话语传来, 一个打扮得很是喜气的妇人, 在身边几个侍女的陪同下, 就快步地走到了庙宇内, 这不是孙夫人吗, 快请, 巨鬼王一看到那妇人, 眼睛就一亮, 没功夫理会白小淳, 起身相迎, 白小淳叹了口气, 自从巨鬼王来了后, 这家伙与小县城的不少人, 很快就熟悉无比, 如这妇人, 白小淳在这小县城半年多了, 也都不知道对方姓什么, 可巨鬼王却一清二楚, 此刻他看着巨鬼王在那妇人身边, 二人你一言我一语, 时而墓中还有些传情之意, 白小淳也服气了, 巨鬼王堂堂半神天王, 能和凡俗打成一片, 此事不难, 可能熟悉到眉目传情的程度, 这种本事让白小淳无话可说, 死鬼, 孙夫人推了巨鬼王一把, 目中待妹, 称了一句后, 赶紧神色严肃了一下, 周园外, 说正事啊, 城东头杂货铺的张寡妇, 虽然夫嫁死得早, 可她平日里很是恪守妇道, 尤其是相貌, 那在城里是数一数二的, 其身家也丰厚无比, 这也是周园外你有福气, 人家看中你了, 托我来问问, 你愿不愿意入坠啊, 只要你同意, 那张寡妇愿意将杂货铺的三成干骨, 作为嫁妆给你, 听着孙夫人的话语, 巨鬼王愣了一下, 她实在没想到, 自己在这小县城, 居然还能遇到这种事, 想到自己堂堂半神, 竟被邀请入坠, 巨鬼王也都有些尴尬, 实在是这巨鬼王虽年纪大了, 可魁梧高大的身躯, 还有那沧桑中的俊朗, 对于上了年纪的妇人而言, 吸引之大, 好似蜜蜂见了盛开的花朵一般, 白小淳也有些傻眼, 看了看孙夫人, 又看了看巨鬼王, 她哪怕在消沉, 在颓废, 此刻也都忍不住 拍着大腿, 大笑起来, 恭喜岳父, 这笑声一起, 白小淳自己都没发现, 内心积累的烦闷与茫然, 似也都在这笑声中, 散去了大半之多, 实在是自从巨鬼王出现后, 二人一次次地斗嘴, 好似一道道裂缝, 出现在了白小淳封闭的内心, 此刻这裂缝累积到了一定程度, 在这笑声里, 绝地碎裂, 巨鬼王听到白小淳的话语, 顿时郁闷, 可白小淳正拍腿大笑时, 那孙夫人笑眯眯地看向白小淳, 悠了一声后, 带着喜气的声音, 传入白小淳耳中, 白秀才看来是赞同此事了, 你看我, 都忘了白秀才你的喜事了, 那张寡妇说了, 如果周园外同意的话, 她家的女儿, 也就是一个多月前死了夫君的小张寡妇, 也是每人一个, 你也可以入赘过来, 你们爷俩一起的话, 她家愿意给出五成干谷, 那小张寡妇命苦, 前头的夫君是个痞汉, 鱼肉相邻, 那里有白秀才这么支书达礼, 好在那痞汉遭了报应, 听说是被野兽给吃了, 孙夫人笑道, 白小淳的笑声戛然而止, 巨鬼王那边, 却是在听完后, 放声大笑起来, 秋夜已走, 初冬的寒风, 虽不如深冬冰冷, 可在这个季节, 也格外地让人觉得, 身体从内到外, 都是寒冷的, 尤其是那风吹在脸上, 好似一把把刀片, 划来划去, 地面上的枯叶, 虽还可以视而看到, 可大都已经翠黄, 稍微一碰, 就会化作粉末四散开来, 只有偶尔的一些, 还可以在那风中继续飘摇, 似哪怕感受到了冬季的走来, 也依旧不甘心, 从此留在这小县城内, 而是要远去天边, 能在这个季节里, 从小县城温暖的家中, 来到这挡不住风雨的残庙里, 去劝说这对父子二人, 可见这孙夫人一旦成功后, 那张寡妇给她的好处, 必定丰厚, 这也就让孙夫人格外的卖力, 又向白小淳与巨鬼王叮嘱了几句, 话里话外, 都是说这个机会, 对于二人而言, 可谓千载难逢, 让二人一定不要错过, 无论是对大小寡妇相貌上的描述, 还是对那杂货铺生意上的兴隆, 林林总总, 都是一副若二人不同意, 就吃了大亏的模样, 巨鬼王哭笑不得, 哪怕她是半神修士, 也没道理去恶语相加, 此刻只能赶紧地将那孙夫人劝走, 口中连说, 此事会考虑后, 孙夫人这才离去, 眼看孙夫人走了, 巨鬼王回过头来, 看向白小淳时, 巨鬼王感慨地叹了口气, 看到了吧, 实在是本王魅力太大了, 之前在巨鬼城时就是这样, 弄得老夫都不敢出门, 每一次出门, 都会让家家户户的大姑娘小媳妇, 心齿荡漾一番, 巨鬼王很是无奈, 可神色上那难掩的得意, 透出了心中的一片愉悦, 没想到啊, 在这小县城内, 老夫又没有露出修士的身份, 依旧还是如此, 这是老夫的过错啊, 巨鬼王长叹一声, 眼看巨鬼王在这里长须短叹地陶醉, 白小淳有些看不顺眼, 尤其是方才孙夫人那里的话, 她听得明白, 那明显是张寡妇为了让这句鬼王同意, 把自己这里当成了一个天头不然的话, 怎么可能将那死了夫君才一个多月的女儿, 立刻就许配给自己, 我白小淳在凡人眼里, 居然连这个老头都比不过, 白小淳有些不服气了, 斜眼看了看得意洋洋的巨鬼王, 冷哼一声, 恭喜岳父啊, 居然在这小县城里, 也都可以从此老树盘根, 开枝散叶了, 这种好事可千万不要拒绝啊, 而且这种大喜事, 岂能没酒, 岳父你快去打壶酒来, 白小淳怪声怪气地开口, 听到白小淳的话语, 巨鬼王习惯性地又一瞪眼, 刚要说些什么, 可却忽然摸了摸下巴, 若有所思地嘀咕了几句, 说起来, 老夫对那张寡妇, 还是有些印象的, 有一次去买酒的时候, 似乎见过, 看到老夫后, 她还脸红了, 那小模样还挺不错, 看起来风韵犹存啊, 那身段, 那屁股, 还是很诱人的, 巨鬼王越说眼睛越亮, 尤其是此刻脑海也浮现出了那张寡妇的模样后, 她顿时心动了, 不行, 我要去那杂货铺再去看看, 人家一片好意, 老夫一生行事光明磊落, 总不能辜负了这女子的一片好意, 这具鬼王在蛮荒时, 就有些好色, 尤其是对于风韵犹存的妇人, 更是情有独钟, 不然当年也不会暗示白小纯, 去将那炼灵家族的妇人送来, 如今在这永恒大陆, 她虽低落, 可还是秉性难改, 此刻心头火热, 也都不在乎白小纯的嘲讽了, 兴致勃勃的就要走出庙宇, 甚至还向着白小纯喊了一声, 小纯,你今天自己在这喝吧, 老夫晚上就不回来了, 白小纯顿时傻眼, 他虽知道巨鬼王好色, 可却没想到, 这家伙好色到了连凡俗的女子 也都不放过的程度, 要知道巨鬼王可是半神强者, 凡俗的女子又怎么能, 眼看巨鬼王那猴急的样子, 白小纯苦笑起来, 正要开口时, 忽然的他面色猛的一变, 漠然抬头, 墓中竟在这一瞬, 露出了这段日子来, 从未在他身上出现过的灵力之芒, 不但是白小纯这样, 正准备走出门的巨鬼王, 也都脚步漠然一顿, 抬起头时, 他的墓中火热之意, 瞬间消失, 取而代之的, 则是丝毫不弱于白小纯的冰寒目光, 一样看向外界, 初冬的风, 此刻吹入庙宇内, 似乎也都无法比得过二人的目光寒冷, 更不敢在这里逗留, 消散在了四周的角落里, 很快的, 远处就传来破空的呼啸声, 远远看去, 只见有三道长虹, 以惊人的速度, 正从天边直奔这座小县城而来, 那三道长虹内, 赫然是三位天人修为的永恒大路修士, 这三人有两位, 在路过这小县城时没有停顿, 依旧急迟而去, 只有一位停顿在了小县城的半空中, 那是一个中年男子, 神色不怒自威, 一身天人气息的散开, 好似化作了天雷, 轰隆隆地在这小县城内爆发开来, 这一刻, 小县城内的所有凡人, 都呼吸紧张, 瑟瑟发抖, 无论是在街头还是在家中, 都赶紧向着天空跪拜下来, 对于永恒大路的凡人来说, 仙人并非传说, 虽不是天天能看见, 可时而也都可以亲眼目睹, 尤其是在这小县城内, 就有仙人的府邸, 可还是在那天人的波动下, 如同处于风暴中, 脑海不断地嗡鸣, 与此同时, 在这小县城的中心, 一处高塔上立刻有四道身影, 带着急促的呼吸与加速的心跳, 起起飞出, 在半空中, 向着天空上的那位天人, 立刻跪拜下来, 这四道身影中当前之人, 是个老者, 正是之前带着图, 出现在庙宇内的结丹修士, 他身后的三人, 除了那童子外, 其余两个都是青年, 修为助击的样子, 此刻额头带着冷汗, 跪拜在那里, 头都不敢抬起, 拜见上线, 结丹老者高声开口, 恭敬无比, 天空上的天人修士, 目光犀利, 在这老者身上一扫后, 背着手, 淡淡开口, 声音如天雷, 回荡八方, 奉纵山州半神, 大尊陈元子之命, 通告纵山州全境, 务必加强对通天世界之人的搜捕, 绝不可放过任何一人, 哪怕是尸体, 也都要搜集起来, 上缴周福, 对于相助, 以及藏匿通天世界之人的行为, 将严惩不待, 灭其血脉全足, 对于因疏忽大义, 从而使得通天世界之修, 居住在了所辖范围者, 一旦查清, 废除修为, 绝不轻饶, 如等可不要之法犯法, 为自身留下滔天霍原, 同时, 对于筑基以上的通天世界修士, 更要不惜一切, 全力抓捕, 此事是邪黄旨意, 更拿出大量赏赐, 而等不可玩忽职守, 一句句话, 一个个字, 透出冷酷之意, 传遍小县城的同时, 也让此地的所有人, 都一个个颤抖, 那杰丹老者同样如此, 在这威压下, 身上汗水浸透全身, 大声保证, 属下必定恪守大尊之命, 若有通天世界之人, 出现在辖区内, 被置必定为邪黄, 为大尊鞠躬尽脆死而后矣, 半空中的天人修士, 缓缓地点头, 神石扫过下方, 没有看出什么异常后, 转身一晃, 立刻远去, 他还要去其他城, 宣读旨意, 原本此事传音就可, 但为了显示重视, 哪怕他身为天人, 也都难免要与几个同道, 盘查纵山洲全境, 随着此人的离去, 县城内许久也都没有恢复过来, 无人敢大声喘气, 那杰丹老者更是立刻下令, 发动县城的帮派之力, 开始了一轮搜查, 庙宇内, 白小淳目光冰冷, 巨鬼王同样如此, 他身上有通天世界之人的血腥味, 白小淳慢慢开口, 巨鬼王冷哼一声, 身体一晃飞出, 天国心重视, 岳飞出,